马熙会我记得上我个人觉得可能性可能不大了 至少正式的一个会面我个人不认为是有用可能性 因为毕竟现在已经9号了 后天就要做会机回来了 那明天剩下明天一天 一般而言正式会面应该是会事件公告的 所以我想最多最多或许 习近平给他举行一个家宴 请他吃个饭 那或许更多的话 那可能在吃饭之前或吃饭结束以后 那在记者面前大家讲一些话 然后藉由这样的方式 或许或许可以满足一下 跟之前在新加坡那个已经是规模不一样了 但我个人觉得可能性可能也不大 因为毕竟以目前马总统目前的一个 他很明显的就像叶元智讲的 他对于台湾对于国民党 可能没有多大影响力了 那以他现在的一个分量 基本上我觉得或许对于习近平而言 他可能也觉得没有这个意义在 那当然也有人觉得或许明天4月10号 还是有可能举行 那当然基本上我也不认为说 他是为了说要去抗衡什么美日高峰会 但我觉得如果真的有举行的话 基本上我觉得他有可能会利用 这样的一个马锡二会 或者说马总统说讲的一些言论 来塑造一个所谓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两岸都是中国人这样子的一种 统战那种大外宣的印象 然后因为毕竟我想美日峰会 跟美日非的峰会 一定都会谈到台湾 那当然对于这样的一个事务 他当然必须要去塑造这样的一个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然后透过中华民国前总统的一个身份 讲出这样的言论 那这样子的一个作为 我基本上从4月1号到现在已经9号 9天了 9天了 我一直在等马总统讲四个字 就像刚刚两位所说到的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到目前还没有从马总统的嘴巴里面讲出 那是跟去年很大的差别 去年至少马总统在一些场合 就讲 他还是会讲到中华民国 但这一次到目前为止 他都还没有讲到中华民国 还是他怕讲了就被撤通告 搞不好讲了以后 他可能他现在可能还期待跟习近平见面 所以他一直憋住那一句 讲了以后就没有机会见面 就像那个刚刚那个仁俊讲到 这个之前有个高雄来的人跟他喊 昨天好 他跟他讲说他是从台北市闻山区来的 他连台湾都不敢讲 连中华民国都不敢讲 那当然 所以昨天那个我们陆委会主委才说 这位高雄来的这个台湾老百姓 搞不好因此坏了这个马锡惠 所以基本上我个人觉得 这或许可能也是国民党要创作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因为你连中华民国你都不讲的话 那你可能塑造一种印象 或者给了中国老百姓的那种感觉 马总统可能连中国老百姓所批评的 所谓的滑毒 他都放弃了 过去对中国的定义 什么叫台独 你主张中华民国是个独立的国家 他也认为是个台独 这叫所谓滑毒 但你如果现在你去中国大陆 你在中国大陆的一个领土 你所讲的言论 没有提到中华民国 让我个人觉得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尤其是你在这边言论 你提到连九二共识 提到一个没有讲到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 然后提到两岸同为中国人 那这个在国际社会 大家看到感受到的 当然就会认为你台湾老百姓 你有个前总统 你愿意接受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你愿意接受作为一个中国人 那如果今天中共他透这样的方式 做这样国际的外宣 然后也真的让国际有这样的印象 我觉得这对我们台湾是很危险的 今天如果美国西方国家觉得 你台湾你自己都愿意做中国一部分 你自己都愿意做中国人的 那中国来打你的时候 我为什么还要牺牲我美国军人的生命 来救你台湾 来帮你台湾防卫呢 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个人觉得 这对我们台湾是一个 相当程度的一种伤害 那你后面他去 去中国大陆的一些行程 就刚刚谈到 我相信应该也都是 中国大陆在帮他安排 您觉得是精心安排的吗 因为我觉得一直提到一种 感觉一直在塑造这种 我们是中国人 这是我们的民族情感 我们同气联知 我们是一样的人 所以这时候可能就会给国际的外界 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了 所以民进党都说 这个是统战的一个套装行程 一个set 他从这个深圳 深圳是过去 他的习近平老爸习仲勋 所主政的一个地方 什么一些公司 那另外一个又到这个 一些抗日的一些重要的遗址 那他所发表的一些种种的言论 其实就要塑造 这个两岸都共同 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抗日的经验 那要塑造说 我们台湾应该要跟中国一起来跟美日 今天一个同盟 进行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对抗 应该要怀念过去的一个历史 就像马总统他昨天礼拜一讲到的 他说台湾在抗日时期 他有做很多的一个贡献 台湾大法新也跟 也在抗日时期 有很多的一个抗日的一个作为 他需要去 他要去讲这样的一个历史 而你看今天 中国大陆媒体就做这样的一个大外宣 那这样本身当然就是希望说 能够分化我们台湾 跟美日同盟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明天4月10号 美日高温会要举行 我相信这样的举行 一定都会提到 要维系我们台海的和平稳定 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 如果说今天我们台湾跟美国 美日的同盟关系被分化掉的话 那这当然对我们台湾是 美国的安全是有相当大的一个 威胁危险危险在的